任正非长女加拿大被捕在华为特殊经历曝光 当地时间12月1日,加拿大司法部发言人称中国电信制造商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女儿孟晚舟被逮捕,她将被引渡至美国。 加拿大环球邮报称,加拿大强力部门是以华为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禁令而逮捕任正非长女及华为副董事长全球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报道称,作为全球最大电信网络设备制造商之一,华为自2016年以来一直受到美国司法当局的暗中调查,认为其违法了美国的出口和制裁法律。 这对美方的指控,华为曾表示,遵守开展业务所在地的所有适用法律和监管规定,包括适用于联合国、美国和欧盟关于出口管制和制裁的法律与监管规定。 种种报道显示,华为早已被美国贸易与经济审查委员会盯商,包括手机、通信设备均被进入。 2018年初,中国另一家企业中心通讯就因为归向伊朗出口产品被美国制裁。 随后,美国司法部也展开调查华为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制裁禁令和伊朗进行了贸易。 而另据中国媒体报道,在2018年3月份,任正非卸任华为职务后,孟晚舟接任。 而在孟晚舟任职华为高层职务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她的身份。 直到2013年,孟晚舟的任正非女儿身份才被曝光。 孟晚舟于1992年大学毕业,随后进入中国建设银行工作,后来由于网点撤销,其进入华为公司工作。 孟晚舟在华为基层干过各种杂货,包括打电话、打字、制作产品目录等。 1997年,孟晚舟赴华中理工大学读硕士,一年半后重新回到华为,在华为内部做过财务负责人。 2011年,华为首席财务官赴梁华卸任孟晚舟兼任这一职务,并兼任常务董事。 有报道披露,任正非曾对孟晚舟掌管的财务部发火,并在全公司进行通报。